对不起 伤害了你 伤害了你的感情 我听见有个瞬意 是我灵心随一笔 对不起是我太任性 讲着话总让人相信 或许不该太失败 操作疤呀 I'm so sorry 又让你色惊奇 把帅坡的玻璃杏扫起来 我们去举办新专辑记者会 陈芳与先生力挺 今天我没有想到你会答应要来 今天是我的专辑发布会 搞得到好像我们是一个团体 我在等你 要我 要你干嘛 真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吴伟雅老板也常会希望你可以来 我都问你 好名字安成发与合唱的玻璃心 一个日创下三千万点击 不少人认为歌词MV道具朋友暗放一位 让这首歌推出后 至今热议不断 歌曲是在针对说一些玻璃心嘛 就说者无疑 听者有心嘛 就我说一些东西根本没有要讲理什么 可是就是偏偏就是有人被玻璃心 那我觉得大家的反应啊 或者来赞的也好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留言 对我来说都是创作的一部分 其实现在因为这首歌你跟Timbo里在中国背景 那你们会 会后悔就是发表这个作品吗 我不觉得我背禁了 我觉得背禁的是不能看到这些作品的人 这个好像什么 你做错事了对不对 好像做错事 做错事了 要不要先 做错事了 先鞠躬一下 很像耶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观众喔 或者是听众他们解读我的作品 经常都会不一样 可能这个是作品跟观众之间的互动 你自己想讲的话 我觉得 对啊 这是个普世价值吧 天赋人权啊 连创作都没有得讲的话 我觉得还蛮辛苦的 在我的MV里面有很多一些动物啊 蔬果之类的东西啊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 爱护动物嘛 那至于其他人怎么解读 我觉得是留给网友他们去解读 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导演 应该不会要求说导演一幕一幕 去按暂停去一幕一幕解释自己的作品 这样就不好玩了 老实说 你会爱护蝙蝠吗 我不会去吃蝙蝠啊 至少我不会去吃它 你现在你会不会觉得创作自由 结果导致你的微博不关 是不是觉得很乱 我觉得要尊重每个国家 他们有自己的制度啊 一些法规啊 或者一些限制嘛 那你在一些国家就不能做这件事情 就是不能做 那而且对我来说 那个作品叫玻璃心嘛 就观众的反应 他们在骂也好 攻击也好 生气也好 或者开心也好 甚至被疯也好 我觉得都是我创作的一部分 那你还会再踏进中国吗 肯定要去 因为我的祖先啊 是在海南岛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清明的时候会去祭祖 我去祭祖应该没事 你最近有玻璃心睡的事情 我还好我心脏都蛮强 因为我常被网友骂骂了 那很多年了 所以已经习惯了 很难睡了 已经那个玻璃长剪了 有可能你讲到我父母 我会不爽 通常是因为这样 其他都还好 你这样骂人身攻击我都OK 我听见有个声音 是不理心碎一滴 对不起是我太任性 讲这话总让人伤心 不许不该太自败 超自败 You're so sorry 或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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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